由面 senteem ouais x2 atura, haruka, solo solo生活了 好啦,楊佳,起來囉 好啦,電影結束了 你該回家了吧 小優 欸,電影怎麼樣了呢 啊 已經結束了 啊 你三十分鐘內就睡著了好嗎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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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想說跟小優有好氣憤 所以才忍耐的呢 雖然全安 太可惜啦 沒什麼好氣憤 你靠在我肩膀上 還流口水咧 誒 什麼事情 誒 啊啊啊啊啊 啊 沒有沒有 你看 你看看你的那邊濕濕的 就是證據啦 呵呵 哪邊濕濕的 我說肩膀 啊 肩膀濕濕的 小優七夫人啦 啊 已經是晚上了 在我家的客廳跑來跑去的 啊 然後我笑著她 然後累了之後呢 我們倆就背靠的沛坐下來 啊 疲累了 累死了 我也是 為了什麼 我們在跑來跑去的 但是不是很開心嗎 我好累喔 啊 晚上了 全身都是汗 這樣子 睡吧 睡吧 嗯 小優 怎麼了 啊 怎麼了 安可留 你不要跟我說安可喔 再一次喔 今天啦 就是平常的小優呢 啊 剛剛啊 就跟剛剛一樣 不 跟剛剛不太一樣的聲音 啊 帶我背上 靠在我背上的楊佳 繼續說著話 最近啊 最近啊 最近很擔心 小優都沒什麼精神呢 啊 就是這麼擔心啊 我想說 因為啊 發生了香爺子的事情 還有之前啊 學生會長的事情 但是啊 小優只是一個人 陰安的 避開了我們 也很寂寞呢 來 洋人 避開了 避開了 真是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呢 小優這麼有精神 也許我們 也許我們幫不上忙 不怎麼值得信賴 但是可以的話 跟我們談談吧 拜託你不要討厭我們喔 從背上傳來的的的的的的的體溫 啊 就是 就是 總之有點害羞 但是他確實被他鼓勵了呢 ただ俺のことは心配して 他只是擔心我吧 他的話中 我感受不到任何的惡意 安なんだ 不安嗎 啊 就是 確實讓我心中放輕鬆點了 嗯 香爺姐被殺 學生會長被殺 他們兩個 都是我最近比較好的人 從刑警那邊聽說了 可能是同一個犯人 我是這麼想的 說真的 これは信じられない 我不想相信 どんな勘件出しても 就算是什麼樣的關係 我也不覺得有人可以這樣殺人呢 啊 就是說 如果對方求著你說他很痛 請求你 還可以這樣子毫無 毫無 毫無 就是很冷淡的繼續 不斷地刺 刺他 然後刺到對方死為止 這種人到底是抱持了多大的怨恨才做得到呢 啊 就算抱持的怨恨 是怎麼樣 就是難以接受這種 就是到底是怎麼樣的狀況 才能夠恨到這種程度呢 ふたりでもいい人なんだ 他們兩個都是好人了 之後也許還有各種事項上等著他們 可是卻都結束了 啊 而且犯人還是我附近的人 啊 但是這件事情現在 還是先別講了吧 願意 就是說 要跟楊家說 嘛 越想 還是 就是總之不要想那些多餘的事了 大丈夫だよ 沒事的 在那時候 背上的體溫突然消失了 楊家用兩隻手抱著我 緊緊抱著我 像小孩子般 晚安般的 說著 那跟我們沒有關係 啊 那跟我們沒有關係 那是電視上所說的 連續殺人犯的傑作喔 只是巧合罷了 小優身邊 沒有什麼恐怖的人啦 所以不用怕喔 所以打起精神吧 交給警察 他們一定可以抓得到他的 大概楊家也很... 大概楊家也察覺到了吧 我懷疑這他們三個 所以才會特地來我家吧 不過說真的 現在覺得楊家 就是說不是犯人 就是抹去了我的不安 恩 謝謝 雖然 也許是楊家的演技也不一定 但是 也許是為了取得我的信用 也許吧 也許是我搞錯了 總之 他傳來的體溫好溫暖呢 好溫柔呢 真的不用我送你回家嗎 不用擔心 我家就在附近嘛 但是萬一萬一有那個可能性呢 小優太擔心了啦 如果你真的那麼擔心 你就站著看吧 還是你其實想我今晚住下來呢 バカ 普通の心配してるの 笨蛋 我跟你 我只是擔心你啦 看完了電影 送楊家回家吧 以防萬一想說送他回去 但是他拒絕了 真的沒事 你擔心我 我很開心 但是我也希望你們多信我一點呢 但是啊 小優 不用想那麼多 總之知道了 楊家家確實很近 那先進的話 睡前再給他個郵件吧 我會好好看著你喔 發生什麼的話 要來救我喔 別開這種玩笑 一點都不好笑 你不救我嗎 我會全力救你的 謝謝 那楊家很開心的 就是對我的回答很滿意 就走了 回了回首 再見囉 可不要因為太在意外面 睡不著喔 你們你才是的 別忘了明天的作業呢 哎呀 忘記了呢 受到我的話講的 他就全力跑了回去呢 看到他那樣子 我也放輕鬆了呢 也感到有寂寞感 今天走算可以好好睡了呢 解除了不安 對嘛 一定 我們之中不會有什麼犯人的啦 一開始的不安 只是我的妄想 一點根據都沒有 這樣想一想 部長跟左右裡還有楊家 根本沒有動機啊 嗯 道路說都是那些警察的試錯 總之他們能早點找到犯人就好了呢 我是這麼想的 我倒個水 不好意思 我先把這個公式解釋一下 X等於Y 為了證明這個 首先要這個公式解 嗯 過了幾天 表面上學員恢復的正常 上課也正恢復了 殺人事件好像也結束了 但是這只是表面上 上下學還是可以看到一些便衣刑警 班上每天也在聽說 因為還是沒有找到犯人的 那麼下一堂課 大家就去做124頁的練習問題吧 起立 敬禮 我們三組員三個人也可以恢復平常的日常了吧 對於這樣子也沒什麼不滿嘛 就是還是有點 雖然有一點點不安 但是總之 如果能夠祈禱的 能夠這樣繼續平和的過下去吧 雖然有件事想拜托楊家 不過 你不要跟我跟那麼緊嘛 為什麼嘛 因為會害羞啊 習慣的話就反而會很舒服喔!我就是這樣呢! 啊,這樣的習慣,可是會給別人帶來誤解的啦! 誤解也沒關係的說 那一天之後,楊佳就比之前啊,更大膽了呢! 啊,就是說他招致誤解,拜託你稍微,稍微,稍微,就稍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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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下留情吧! 有眼,你好啊! 啊,不好意思,玩了點,今天也是普通的社團活動嗎? 大部分的社團活動都恢復正常了呢! 最近也沒在聽說什麼了呢! 那麼,本來呢,商店街的活動,就是講商店街的活動的事情,就是大家就做了下來 所以,什麼都做不了 唉,娃娃莊被沒收了,什麼都做不了了呢! Dessio捏,也是! 那麼要不要再做一支同樣的娃娃莊呢?不行吧! 那件衣服自然是很重要的證據 如果要做似的東西的話,警察的人可能會誤解 這種娃娃莊可是重要的證據呢! 要是做了類似的東西,被警察他們誤會就糟了呢! 但是也有人說呢,犯人在被捕前自殺了呢,就是有這種事情,就是不好的想法 那,總之,就是,反正我們已經奪回了我們的社辦就好了,事情也都結束了 已經沒有什麼在做這些事情的必要了,也不用我們幫忙了吧 就是說 難得追左衛門這麼大人氣的說 但是也不是我們的錯啊,沒辦法 我也知道啊,只死了一個還沒人死 我也是呢,可以的話,增強再來一次呢 啊,是學員記的事情吧,大家都想起來了 最初一開始,就是 雖然,那最開始不好,但是後來呢 跟學生會長,跟湘野姐也變得親近了 你還敢提這件事情啊 啊不對,死了會長,我都忘了 死了會長 而且會長一瞬間就死了 回收完會長萌萌CG,然後馬上會長就倒在地上了 也是呢,想起這件事情 啊,不要這麼那個啦,灰暗的啦 啊,別抱著我啦 你看大家的臉都這麼低落了 老是這樣子心情不好,不行啊 這種時候啊,就開開心心的過 精神衛生也會比較好 馬是沒錯啦 恩 就這樣吧 這是粉紅線 這是粉紅線 優野說的沒錯 你不要再任性的跟他貼在一起了 我才不聽部長的話呢 還不能這樣 其實眼睛也沒事啊,重點是眼睛也沒瞎 你不要刺激優野過度了 保持點適當距離吧 那種你只在認識我 認識我擅自做的 部長你不要妨礙我 娘家最近跟優野在一起待太多了 保持點距離 誰知道 我不會把小優交給任何人的 所以我不會讓給你的 我也是 這種好懷念的感覺 好久沒體驗到了 阿拉阿拉 阿拉阿拉 又來了呢 只是慣例了 兩個人拉著我 左右裡 抱著我的背後 照旁觀的看的話 總之 左右裡你也吃啦 因為老師被他們兩個人獨佔 偶爾也想這樣子嘛 可以的話我希望你去阻止他們兩個比較好 左右裡又離開小優 殘忍 哎呀好可惜喔 沒有人可以阻止我呢 你呀 護轉也差不多一點 你呀 還是早點放棄吧 才不放棄 小優是指示我的小優 喂等等 再這樣下去 好痛痛痛痛痛痛 啊 那跟平常不一樣 啊那個 楊佳完全沒有想要手下留情 啊但是因為我真的痛了 所以部長就一下子放開了手 啊 這當然囉 隨著那個力道 我就往了 還有左右裡抱著 左右裡也抱不住喔 我就撞了過去 然後 一點點點好痛好痛 啊我們撞到了教室的一角 然後 上路了一些東西 東西都掉到地上了 啊大概 哎呀沒撞到 萬一撞的地方不好就受傷了呢 啊總之我保護住了楊佳的頭 沒撞到後面的牆壁 沒事吧 啊我我 啊總之楊佳你沒受傷吧 多顆的小優保護我 才沒受傷呢 真是的要玩可以 不過在房間裡面 那還是小心點吧 因為他們兩個要把小優搶走嘛 不就平常這樣嗎 真是的 啊我就站起來 伸出手要把楊佳給拉起來 優也抱歉 那 沒關係啦 多虧了那個服 多虧了那個東西的服 我才沒有受傷呢 哎呀那個是我們在那個 露天咖啡店 所做的那個 道具的緩衝物 cushion 就是枕頭之類的 明年也許可以還可以用吧 抱歉啊我居然只能看著 想說居然給你添麻煩了 下次我會好好注意的 你說什麼呢 啊一直都是你在幫我們的啊 別在意 但是你剛剛還是差點就受傷了呢 我也會暫時自重一下的 真的沒事的啦 來 楊佳也說什麼吧 我是認真的 哈瑠卡你又來囉 沒有 好啦總之在 射辦裡面不要不要亂 鬧得太厲害 這是基本中的基本呢 所以說啊 啊所以才不要這樣啊 輕輕敲了他們一下 好啦 衛生滴 我們來打掃打掃 射辦吧 看 你又討厭了 我覺得不需要打掃啊 所以啊 不是要恢復到平常的樣子嗎 那清掃也是也是活動一環的 不然老師就要盯上我們囉 也有道理呢 楊佳好嗎 什麼什麼啊 我說掃掃掃掃掃 清掃一下射辦 好 我會了小優努力的 那麼大家加油吧 大家就分頭開始清掃了 為了改變一下氣氛 這也是個不錯的提議嘛 啊 就是把跟一左衛門的關係切開來 恢復到以前的日常生活 都回到以前也沒關係 為了小優努力 你能吃到 那錯覺吧 然後我就說啊就像是 像是那個齒輪一樣又開始轉了起來 真鏽齒輪又重新轉了起來 然後呢 在街上 開始了一個傳聞 這個呢就是這樣子 類似這樣的故事 這種時間這樣可以嗎 在玩弄弄破 又不是小孩子了 晚上在外面散步有什麼關係呢 不是這樣啊 而是新聞上不是那個犯人還沒抓到嗎 啊 依左衛門啊 人家沒有人的地方 就算是 這種場地 愚蠢的馬鹿 啊 依左衛門啊 沒人的地方也許吧 可是這種地方怎麼可能會有依左衛門呢 但是 什麼嘛 什麼嘛 難道你知道犯人在哪嗎 不是啦 只是萬一 萬一他在這的話 恐懼 不用怕啦 那種事情啊 就交給警察他們 那 什麼啦 你剛剛看到什麼了嗎 那 不是啦 只是好像剛剛一左衛門在後面的樣子 你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是嗎 那剛剛過去的那個是 好啦好啦快回家快回家啦 下次不要再這種時間出來了啦 別生氣啦 真的看到也沒辦法啦 傳聞就這樣蔓延了 學校 商店街 事工所 各個地方 都有這種 這種傳聞 好像是這種流行病一樣呢 很多很多人看到 不過呢 卻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拍到照片或是什麼的 事實上是單純的傳聞罷了 真相 就是好笑般的就是傳了出去 可是真相卻沒有人知道 難道是跟事件無關的人在那邊散布消息 然後在那邊取笑的這件事嗎 現實就是這樣 那麼 在夜晚的 就是說 在夜晚的 在道上市徘徊的一左衛門 手上拿著一個巨大的刀子 然後 然後在那邊敵打 卡哩卡哩的碰著地面 然後會襲擊誰 之後身體會染上血 似乎在找著誰 好像在追著誰 偶爾會在一個人兩個人面前出現 一看而閃而過去 這就是傳聞就到這為止了 不過呢事實上也沒有任何的被害者 但可是啦 如果真的有的話 萬一真的有的話 他是不是在找誰呢 現在的我也回答不上來呢 這種傳聞這麼廣布 簡直就像是我們所做的一左衛門 在不知不覺間 在這個道上市 變成了一種恐怖的象徵 什麼聲音啊 一種咚咚咚的有規則的敲著的聲音 開了張開了眼睛 平常的鬧鐘也沒響呢 可是確實樓下面有聲音傳來呢 應該是一樓吧 啊 電視沒關嗎 總之下去看看吧 換個衣服 難打口來這什麼啊 啊 在桌上已經擺好了早餐 還有料理啊 還有然後廚房的火也燒著 當然這不是我做的 如果這麼想可能性只有一個了 啊 起床啦 哎呀 起床啦 哇 啊 看到廚房的深處啊 突然 看在床身上突然背後又出了聲 啊 嚇我一跳呢 Yu君 お邪魔してるね 小優 打擾囉 果然是你啊 哎 三選一 啊 預料中的問題 啊 果然是楊家擅自侵入我家的 而且手上還拿著菜刀呢 看到菜刀的光 一瞬間討厭的記憶又浮了起來 小優 いや なんでもない 沒事沒事 啊 我不能懷疑大家 這是已經說好的啊 哦 本当は全部できてから起こすつもりだったのに 早送りし続きだよ 從沒有東西做完再叫你起床的 你起太早了啦 啊 全部都你擅自進來了 啊 你做的料理我當然聽到了 不過話說回來 楊家你不是擅長做料理 不擅長做料理嗎 不要切到手囉 不會的啦 我也不是一直都不擅長的 擅長啊 我也在那個時候之後 我也好好反省過練習啦 我練習過了兩次呢 一次是拿那個什麼香野姐 一次是拿學生會長的 而且啊 他們練習起來很新鮮 所以你看我現在技術這麼好嘍 嗯 嘛 不過總算這次是沒有什麼燒焦的味道了 還不只這樣 這次的味道也很好吃喔 營養滿點 好好吃的花丸硬爆什麼東西 小優精神百倍 不如說這是基本中的基本吧 嘛 不過正當這麼適用的時候 廚房又發生了 就是說 這是 啊 反正就沒什麼台灣沒什麼大事 Deyuga 話說回來 你怎麼進我家的啊 我不是已經把放鑰匙的地方換了嗎 嘿嘿嘿 我有備用鑰匙 對 喂 你啊 這是犯罪吧 啊 這麼說的 楊佳拿著手上的東西 那是一個 亮亮的 發著光的菜刀 啊 他用這麼強調的 總之 鑰匙還我啦 啊 你要來的時候 你發個郵件給我 我就會 我就會 幫你開門啦 不要 Yadda de 喂 你不管我怎麼想啊 Yadda de 難道你要做什麼下流的事嗎 So yukoto janu ke 不是啊 我也有隱私好嗎 じゃあ いいよね 那就好啦 Yokunai 才不好呢 怎麼辦 所以我說啊 犯人がまだ捕まってないから 怖いんだよね だから これからは僕が一緒にいてあげる 犯人還沒被抓到 所以你很怕吧 那我就陪你囉 そしたら 元気になるよね Yu-kunも安心して眠れるよね 這樣你就可以有精神了吧 你就可以放心的睡覺了吧 嗯... Soじゃなくて 不是這樣啦 我已經不是小孩了好嗎 啊 他就是擅作主張 他擅作主張這樣才恐怖 我這樣才睡不著好嗎 我不要 我就是要這樣 萬一發生什麼事 我不要 Yu-kunは自由にしていいからね 何をしてても邪魔しないから 對了 不過小優 你想幹嘛就幹嘛吧 我不會妨礙你的 不是那個問題呀 這楊家暴走怎麼辦啊 但是他是擔心我才來的 我也不好意思把他趕出去啊 好啦 我知道啦 你要來就來吧 不過事前跟我聯絡一聲吧 知道啦 那真的好不放棄 今日の料理は快新作なんだよ サユリさんには勝てないけど 出来核も長者なんだよ 是我的王牌呢 雖然贏不了左右裡 不過我也很努力囉 特にメインディッシュの肉じゃがは最高だよ Yu-kunが虜になる事受け合いだね 特別是煮菜的肉啊 可是最棒的了 小優 你一定會很喜歡的喔 難道說你的 你鍋子還沒關火嗎 本來是想多放半天的 這樣子洋蔥才能融化呢 喂喂喂 湯滾出來了 啊 開錯了 開到強火了 唉 厭世了 從早上開始就沒辦法期待了 啊 總之 楊家這麼依賴我 也不是從現在才開始的 以前開始他就離不開我了 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嘛 啊 就是說什麼 反正 你看喔 喔 他就說反正本來他毒戰慾就很強了 就是 就是現在更明顯了 然後 現在最親近的女孩子也許就是楊家也不一定了 小優 回家吧 上課結束 楊家就直接出現了 啊 就是說 就是說 你在說什麼 啊 今天不是有社團活動嗎 偶爾不去也沒關係嘛 偶爾不去也沒關係嘛 反正那兩個人也不在啦 你不是早上才吃了嗎 啊 他們兩個在等我們呢 啊 怎麼可以不去呢 但是 單純在部室裡話而已 但是 只是在社辦聊天呢 犯人也沒抓到 還是回家躲起來比較安全吧 就算是這樣 什麼都不說回家 他們也會擔心吧 嗯 之後我們再發個mail給他們就好啦 總之我們去見他們就好了嘛 好啦 再回家之前 就先去一趟社辦吧 可是 Deyuga 還是啊 你有什麼理由呢 那邊不是明明是最可以放下心的地方嗎 到那裡去 又要跟那兩個人在一起了嘛 欸 你說什麼 沒事 好啦 那快點快點去吧 楊家不滿意的就去了 她的心境好像有點變了呢 那 到底怎麼回事呢 咦 你們兩個人怎麼在這呢 正要去社辦之前 部長跟佐理都站在這裡了 然後 手上還拿著書包 其實今天啊 想要讓社辦社團活動暫停呢 咦 為什麼 因為犯人還沒有抓到呢 爺爺也會很擔心 希望我早點回家 啊 會長有黑絲襪 真叫佩洛佩洛 我也是呢 難得雙親也打了電話過來 啊 那沒辦法啦 既然是這種Sensential的這樣子 犯人沒抓到 雙親也會擔心正常的吧 抱歉咯 因為我們的錯 所以才要暫時停止活動 如果你想用社辦的話 可以把鑰匙給你 啊 那就一起回去吧 我們正想今天也早點回去呢 正好他們兩個人也跟上來了呢 這樣楊家也想早點回家 剛剛好呢 我知道了 太好了 那今天大家一起回去吧 不要繞路 雖然有點可惜 楊家好嗎 嗯 跟小優在一起就可以 那決定啦 今天就回家吧 跟預訂不同 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總之就先把大家送回去吧 這種時候回去 啊 真的跟平常沒兩樣了 每天還要巡邏 啊 老師們啊 負擔也很重了 今天去了職員室 還有人專門負責對付電話 接電話呢 那個人的臉色也很不妙 恐怕還有什麼怪事吧 嗯 很多人打電話 因為很多人打電話吧 不只是媒體吧 因為正門的事件 也有人懷疑學校管理有問題 那就是反正就是吵吵鬧鬧的